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尚数万年 他却对你念念不忘 今日我便将你的命娶了 日后 世上便只有我有这番荣誉 军尚自然会生生世世都守着我 告诉你 玄女 我这个上神就算是闭上眼睛 也能将你身边这对废物杀个干净 将他的命给我取了 squad 姐姐 女人 你若能早来半个时辰 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告诉我 是谁将你伤成这样 伤我的人 已经都被我杀了 眼下只剩这个女人了 你是要自己来 还是我帮你 她羞辱我世尊 伤我轻人 让我亲手了结她 是谁 阿英 君上 君上 我是玄女 你为何与阿英如此 一模一样对吗 君上 现在我们只要杀了白浅那个贱人 这世上 就只有臣妾有这番容颜吗 你若喜欢 便日日看着我 臣妾也会一直守着你的 你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女人 挪走了我师父 还有你儿子 你是你的儿子 儿子 君上 我们的儿子 马上就能好起来了 真的 你看 你看那莫冤 我们把他炼成仙丹 君上 你之前 嫉妒莫冤对吧 你以后就无需再这样了 我们的儿子 马上就能拥有莫冤的元气了 你给我住嘴 难道我说错了吗 当您不把那玉魂给白浅 不就是因为你嫉妒莫冤吗 君上你还不知道吧 他 就是当年那个司阴神君 玄女我且告诉你 我师父的仙体无上尊贵 受了我七万年心头血 怕是你们的儿子承受不起 心头血 你是说 李靖 你们的往事姑且先不提 本君倒想问你 今日这笔账该怎么做 是要私了还是公了 公了又怎样 私了又怎样 私了 便是将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义后 薄皮抽筋 一些本君心头之分 公了 天族的将士 已经许多年没有打仗 正好前他发慌 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看看这么多年来 到底是哪一兵 兵裂得比较好 君上 你 你真的要严惩我吗 不会吧 君上 难道你忘了 你忘了我为你做了多少事吗 要是没有我 要是没有我 你登得上这义军的宝座吗 他不敢出兵的 他不敢 你不敢出兵的 你没有这个权力 你不过是天族太子 为了一个女人出兵 天族不会答应的 不过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出兵 莫冤上神是天族的尊室 白浅上神是天族未来的帝后 而阿礼 则是为了要继承本君的位子 此次 凡凡三个人 都在你大子民宫 受此息吃大福 你说 天族的众将士们 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玄女此前就有一些封殿 要不然也不会注下如此大错 注尚 还望太子殿下 能够网开一面 千千 你是我们的网开一面吗 天族太子 亏你对白浅这个贱人 如此好 你还不知道吗 他跟他师父 浅浅还说你的张脸 跟他长得很像 本君倒是看不出 又哪里像 皮像这东西呢 当初我既给了你 便不会太在意 如今 我看你戴着这张脸 我真的不太顺心了 你要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本来就长这个样子 你休想逗走我的美貌 你就算找了折颜来 我也不怕你 找折颜做什么 我之前不过同你玩笑罢了 你真以为这四海八荒 只有折颜 绘着易容换颜的法术 老身不才 过去七万年礼无所事事 顺便精通了这门法术 你若真的要剥皮抽筋 也不该带着这张脸 去剥皮抽筋 要干什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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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自己这张脸吧 我早跟你说过 折颜的术法用来做坏事 会遭到反噬的 天天 还撑得住吗 撑不住便睡会了 李卿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不是像这样的 我不是像这样的 我不要看着剧掉你 我不要 我不是像这样的 我那一样 我不是像这样的 你怎么会这样 你让我脑在说